曾经荣获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乡镇赛季军的罗士权 四年前转换跑道参选正代选举高票当选 而这次将继续拼连任 竞选总部这天农民爆棚支持 而现场罗士权动算加油声不绝 曾经荣获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乡镇赛季军的罗士权 四年前转换跑道参选正代选举高票当选 这次将继续拼连任 竞选总部这天农民爆棚来支持 现场罗士权动算加油声不绝 继续来推动我们农业这一块 因为我们玉里是全台最大的米仓 但是我们玉里米确实滞销不前 跟邻近相见的比较起来 真是说差别太大了 所以尤其是我们的股价来讲的话 真是说跟邻近相认差了很多 所以说希望说我们公所 跟我们农会能够结合 把我们玉里米好好的行销出去 行销到北中南甚至于全世界 离选举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玉里镇第一选区正名代表 选举12选期选情相当激烈 罗士权表示为农民发声争取福利 是这一次参选的目的 玉里镇得道名称得上市台湾首屈一指的倒作 一定要再向外推广 让农民的心血付出的值得 记者高雄雙玉里镇采访报道